皮筋鞭手链怎么编 皮筋鞭手链首先要准备材料 然后进行编织 以下是具体的步骤 一 首先准备材料 十根以上的彩色皮筋 一个S扣 然后开始编织 先将绿色皮筋 以交叉的八字形环绕在中指和食指上 再继续环绕上粉色和蓝色 但无需交叉 再将左侧最底层的绿色皮筋的左侧提拉至顶部两指之间 让右侧底层的绿皮筋也同样提拉至顶部两指之间 三 接着再环绕上一根黄色皮筋 还是将左侧最底层的粉色皮筋提拉至顶部两指之间 让右侧的粉色皮筋也同样从底部提拉至顶部两指之间 四 最后重复上述步骤 编织出所需长度后 在手指上只环绕两根皮筋时无需再添加 再将最后两根粉色和绿色皮筋从黄色皮筋中抽除 将黄色皮筋两侧环圈都环扣至S扣上 最终手链完成